我年初發了一個2022目標的影片 然後裡面說了我想要達到5000訂閱 2022的目標 5000訂閱 我覺得這應該算蠻保守的目標 現在已經5月了 我一個影片都沒有更新 然後離這個目標也越來越遠 其實從2月左右開始 我就在準備Google的面試 所以實在沒有餘力更新影片 其實除了這次面試以外 我在2019年也有面試過一次Google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分別在2019年跟2022年面試Google的經驗 還有這兩次面試的過程 我自己的變化還有差異 最後也分享一下我個人的想法 心得跟學習到的東西 2019年是當時我在美國讀研究所的第一個學期 基本上如果在美國讀研究所 已落地第一個學期就是瘋狂刷題 然後找實習的地獄 當時幸運的經過一亩三分地的大大內推 我成功拿到Google面試的實習 當時是在研究所很重的課業之下 還要同時不斷的刷題投履歷 所以是在蠻重的壓力之下準備這個Google的面試 因為面試的過程繁瑣 我就不花太多邊幅來描述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另外再發影片分享 簡單敘述一下就是一開始Google會寄一個線上測驗 總共有三題 難度不算太難 大概都在licode、easy到medium之間 通過之後就會進入online coding的phone interview 電話面試我面了兩輪 第一輪就是考Graph Traversal的基礎題目 難度大概就在medium而已 這關我就順利通過了 第二輪我印象中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題目 難度我覺得在medium到hard之間 那時候我只有想到一個暴力解 但是沒有辦法想到最佳的DP解法 所以後來就沒有後續 那今年年初的時候剛好因為在linkedin看到有興趣的Google直缺 所以抱著嘗試看案的心情我就又投了一次 這次我沒有找人內推就直接從Google網站直接投 那沒想要過了幾週之後呢 Recruiter 就來信了 我順利拿到面試機會 第一次面試階段大概面試在一個月之後 也就是說我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來充斥準備 那這次因為我已經有正職工作了 所以相對上次準備的時候其實就沒有什麼壓力 我就是利用下班的空閒時間 盡量多刷題準備 這次因為Recruiter提議 所以我決定使用C++來刷題跟面試 之前我都是習慣使用Python這個語言來刷題 兩者使用上的差異我在後面會詳細進行比較 總之這次剛開始刷題我其實還滿有動力的 每天下班跟假日都滿乾淨滿滿的在刷題 那一刷就是幾個小時 甚至還滿享受刷題的過程 不過這個狀態當然持續不了太久 一個月以後就迎來第一關的面試 雖然面試過程中有點卡卡的 不過後來順利面試官有讓我通過 第一輪通過之後接下來就是總共五輪的Virtual On-Site Interview 其中的四輪是Coding Interview 然後一輪是Behavioral Interview 因為Virtual On-Site是安排在第一階段的一個月之後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月就是刷題地獄 Satoshi 達人的旅是未來的 那下班跟假日也是有時間我就盡量刷題準備 這時候經過前面一個月的消磨 其實我已經慢慢開始失去刷題的動力了 不過還是有強迫自己繼續刷題 但是狀態就沒有像一開始那麼好 過一個月之後就迎來Virtual On-Site 四關的Coding Interview的難度 我覺得大概都在Medium到Hard之間 那有時候如果很快的打出一題 面試官就會再出其他的題目給你做 那這四關的Coding Interview裡面 裡面有三關我有順利的想到最佳的解法 然後我自己覺得也沒有花太多時間 不過程式碼一開始有一些忠實條件 或是忘記初始化變數的一些小錯誤 那經過面試官的提醒我才發現並修正 然後剩下還有其中一關是我提出了沒有最佳的解法 之後要優化成最佳的解法的時候卡了比較久 在最後一刻才完成Optimal的解法 總之雖然過程中有一些小失誤 不過當時我是覺得我自己的表現還算OK 是滿有機會進到下一關的 不過面試完大概兩週之後 我記性問了Recruiter之後 就知道我沒有通過這個面試 根據Recruiter的反饋 我沒有通過的原因似乎是因為我程式碼有一些錯誤 然後我自己沒有察覺 是因為面試官的提醒才發現 另一點就是想到最佳解法的時間可能有點太長了 根據這次面試結果的反思 我覺得如果要很有把握的通過OnSight 可能要在沒有面試官的提醒之下 20分鐘時間內想到最佳解法 然後程式碼不能有明顯錯誤 或是有錯誤你要馬上自己發現然後修正 才能夠順利通過 這兩次面試的過程中 我有感受到一些我自身狀態的不同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最實際的 就是語言的選擇 我以前其實一直都覺得 C++這種比較低階的語言 不太適合刷體 但是這次使用C++面試的經驗 讓我的看法有180度的大轉變 以前我一直都覺得用Python這種高階語言刷體比較好 因為實作同樣的邏輯使用Python來寫程式 會比C++還要短很多 所以可以用比較少的時間就完成 不過這次經驗讓我發現 C++刷體的兩個很大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完整的資料結構 C++的資料結構比Python來的還要完整 例如光是set這個資料結構 C++就有set multiset unorderedset 可以選擇 如果能夠巧妙的利用 適合的資料結構 常常就可以減少自己所需要寫的code 例如C++的map內部是使用RBtree來實作的 而有一些在Python也需要自己首刻一個 Binary Tree或是Binary Search之類的題目 用C++只需要用一個map就可以解決了 還可以順便向面試官展示一下 你對C++資料結構的熟悉度 第二個優點就是C++靜態型別的特性 因為C++是一個靜態語言 所以很多Python runtime才會發現的bug 在C++的話 compile的時候就可以發現 這就跟TypeScript對比JavaScript的優勢一樣 所以經過這次的經驗 在刷題方面我會覺得 C++在我心目中跟Python 至少可以平起平坐 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Python 像是資料結構方面的優勢就非常大 不過C++如果指標操作錯誤的話 還是蠻容易出現Runtime error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Rus這種語言刷題 應該可以更進一步來減少bug的機率 所以我也會想以後試試看是用Rus來寫 我覺得這次面試上讓我感受到蠻大差異的關鍵 就是準備的時間 研究所的時候我是同時在面試很多的公司 目的就是早到實習就好 所以刷題的準備期間也拉得很長 有點像是一個沒有鏡頭的慢跑 就是每天一直刷題 所以刷到最後就會逐漸失去動力 會越來越帶券 然後狀態也變得很差 沒辦法鑽住 甚至生活整個都被刷題給打亂 沒有辦法好好的放鬆出去玩 但是刷題也沒有辦法專心刷 那這次呢 我一開始就知道面試的時間就是在一個月後 所以我就只要這一個月專心的準備刷題 達到最好的狀態就可以了 所以一開始我就蠻有動力的 雖然這樣有點違反直覺 但是我覺得 如果準備時間比較短一點 反而會讓我的效率提升 另一個我這次面試跟上次不同的地方是 上一次面試我同時在準備很多家的面試 那也要顧好學校的課業 有許多作業報告考試都要兼顧 這次的情況呢 因為我已經有正式的工作 所以下班之後我就可以專心的準備 不需要煩惱其他太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工作跟上課 很大的一個不同點 雖然很多人都會覺得在學校上課 比工作還要輕鬆 但我覺得反而是相反的 因為學習的時候 你投入的時間是沒有上限的 你投入越多的時間 就會有越好的成果 那這點也可以套用在刷題上 也可以套用在學校的課業上 都是投入越多 成果就越好 工作的時候上下班時間都定義的很清楚 下班之後工作就結束了 就是你自己的時間 所以2019年我在準備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我永遠有做不完的事情 需要學習學校的課業內容 也需要花時間刷題 這兩件事情都是沒有盡頭的 不管你花多少時間 都是沒有完全準備好的一刻 今年這次面試我下班後就可以直接專注在刷題上 所以我覺得這次狀態就比上一次還要好很多 雖然這次狀態好了不少 但是刷題本身 還是一件沒有盡頭的事情 你投入越多時間就會進步越多 所以下班後的時間 跟放假的時間 很容易就會被刷題完全佔據 原本回去運動啊 創作影片 或是出去玩的時間 都會完全被刷題吞噬掉 這樣長久下來 其實狀態還是會越來越差 就算一直刷題 專注力也不好 刷了跟沒刷一樣 所以後來我刷題刷一段時間 開始覺得狀態變差了 我就會直接停止手中的作業 去健身房運動一下再回來 回來之後就又能夠專心刷題 雖然一開始我會覺得投入越多時間 準備是越好 但其實中間花點時間去運動休息放鬆 雖然讓準備的時間變少了一點 但是因為效率有所提升 所以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以前我最討厭的一個面試關卡 就是behavioral的面試 因為我過去大學也不算是很努力的學生 雖然成績是還算OK 但是沒有什麼值得拿出來講的經歷 研究所也都在刷題 也沒有太多可以講的經歷 所以behavioral interview給我的感覺就是 要把一些那些很普通的經驗 去包裝成可以展示自己優點的故事 如果沒有可以拿來講的故事 你甚至要編故事來講 你才能通過這個關卡 那對當時的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很考驗表面功夫的關卡 所以我就非常討厭 但是這次我工作了一年在面試 我就發現這一年的經驗讓我多了蠻多題材可以講 在behavioral interview的時候 只要老實說自己在工作上的經驗 就可以達到蠻好的效果 已經不太需要捏造或是包裝故事 這次面試我後來得到的反饋也是我在behavioral這輪表現得還算不錯 所以這點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衝擊 過去我曾經覺得很棘手 排斥的關卡 這次居然很輕易的就有不錯的表現 這點也是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我從以前到現在 回鍋刷題大概有兩次 那我第一次刷題是在2018年 大學畢業要找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只有稍微簡單的刷一下而已 累積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那第一次回鍋就是2019年到2020年 研究所時候要找工作的時候 這是我刷最多題目的一次 累積應該有刷了300題以上的題目 那第三次就是這次 2022年準備Google的面試 準備期間的兩個多月我大概刷了 接近100題左右 那這幾次回鍋我感覺到的是 雖然很多題目 因為程式碼本身很複雜 或是有很多corner cases 等等 所以只要那一題你有一段時間沒有做 你就會忘記要怎麼寫 但是我每一次回鍋刷題 都還是有感覺到比上次進步的一些地方 例如感覺到我自己對一些資料結構的應用更加熟練 或是能夠 很快的抓到題目之間的規律跟相似之處 讓自己刷題的經驗能夠轉換 套用在新的題目上面 雖然有機會的話 Google的確是我還蠻想進去看看的公司之一 除了薪水跟生活品質之外 感覺也是一個有非常多成長 學習機會的地方 不過之前我就知道 那經過這次經驗 我又再次的體會到 刷題準備面試真的是非常消耗精神的一件事 也會把自己的時間全部都吞噬掉 生活會變成 除了刷題以外 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像這次為了準備面試 當初我很多製作到一半的影片就中斷 那也連續好幾個月都沒有更新我的頻道 那除了這點之外 因為連續好幾個月的時間 我都在為面試這個目標奮鬥 那面試結束之後也會暫時有種失去目標的感覺 需要一點時間才能把被打亂的生活 調適回來 總之Google面試如果沒有通過 會有大概一年左右的冷凍期 那要過了才能夠再面試 所以到時候我要不要再挑戰我覺得就隨緣吧 畢竟是要犧牲很多東西去準備面試 所以要考慮到當時的狀態再去做決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於程式教學或是軟體開發相關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拜拜